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司的责骂 客户的刁难 生活的压力交织成一张绵密的网 将你压得快要闯不过气来 成年人的世界里 似乎只有不容易和更不容易 但千别失望 生活有苦 但也处处有光 不管多晚 总会有一盏灯在为你点亮 日子再难 总有一些人会把你放在心肩上 他们会认真地看遍你的朋友圈 只为寻访你的生活踪迹 不管他们身在何方 都期盼着你安然无恙 所以 不管此刻正身处怎样的困境 都请不要放弃希望和努力 没有一个黑夜不会过去 沒有一个黎明不会来临 黑夜过后 太阳终会升起 回想过往 常常会有些许感伤 也许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也许是某个人的乍然立场 那些人和事走得云淡风轻 而你却还留在原地 久久不遇 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也没有好不了的伤 人生在世 最可悲的莫过于只活在过去 昨天的太阳 晒不干今天的衣裳 一味沉溺于过往 就注定无法成长 放不下昨日的苦难 就注定到不了远方 好的坏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终会化为往事 生命有来有往 有些人只有同心一成的缘分 有些情只有一场烟花的绚烂 因为我们必须向前走 所以就应该学会清零 该忘的忘 该放的放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人生的辛酸苦难在所难免 但你要学会翻篇 只有一路迎风前行 过往才会化作深厚的风景 2020年临近年尾 再过几天就是新的一年 儿时最渴望长大 如今却好像最害怕长大 明明到了当初渴望的年纪 却没有活成当初渴望的模样 举目似望 周遭的人似乎都小有所成 而自己依旧倍感茫然 但是 请别慌张 人各有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节奏 只要你保持前进的步调 就不必畏惧落后于人 别说来不及 有心之人何惧为是晚矣 你努力的每一个当下都会是最好的年华 也别对未来心生恐惧 车到山前必有路 穿到桥头自然直 只要你一直走 脚下的路就会一直有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 它会铭记你所有的付出和坚守 然后在某个不期而遇的日子里 会亏你曾经的满腔热血 从现在起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去学习 去运动 早睡早起 规律做习 若你不从辜负时光 便能笑对未来 不慌不乱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晚阅读的全部内容了 想要收听更多的阅读文章 请下载人民日报可口端 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